Nuin 沒錯 它叫Nuin Nu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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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?大聲一點 Nuin Nuin 3 2 1 我是中文比越南話好的 Nui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很有趣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的越南人都姓 軟 軟今天的軟 軟大頭的軟 你是軟大頭 誰是軟大頭 真的越南非常多的名人都姓 例如說最顯為人知的 最廣為人知的是 胡志明卑卑 他本名姓 軟 對 他叫做軟必成 這個名字的確是比較少人知道的 那後來為什麼叫改名了呢 是因為他到南北分裂的時候 他為了要掩飾自己共產黨的身份 所以呢把自己的名字改為 胡志明 所以意思是 是共產黨 都姓軟 也不是 是說怕別人知道他的身份啦 會追殺他 畢竟他就是一個 帶動當時 就是他是 共產黨的發起人嘛 所以如果說 如果能把他產出掉的話 共產黨就可能就會自己瓦解了 對 所以為了要掩飾自己的身份 其實胡志明卑卑他是 改名 把自己的本名改掉 那其他的像是我們之前提到 世俗德法師 他在出家之前還叫軟文傑 對 還有 越南的 南粵的 最多人知道的 還有一個是 前南粵 那個總統 這個也很多人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是 現在越南的總主席 叫做 軟武仲 那像是如果說比較像是 娛樂界啊 有名的名人啊 例如說像是 環球小姐 軟陳慶凡啊 或是 YouTuber 軟師啊 然後 還有 軟月娇啊 等等 好 軟月娇不是 女主角 軟月娇不是 越南人 是台灣人 好 OK 因為當初我真的以為軟月娇 他是 越南人 我都被他騙了 他演技真的非常的好 好我們把話題拉回來 事實上真的非常多的越南人都姓軟 尤其是有一份數據 他指出來 越南人口 百分之四十都是姓軟的人 也就是說 三個越南人裡面有一個是那個姓軟 對 然後 接下來其實後面才有其他姓是 例如說姓陳啊 姓黎啊 或是姓 帆啊 姓黃等等 對 軟可以說是遍佈了 越南的各個階層 而且另外一點最有趣的是 其實軟的越南發音 很多的外國人都挑戰過 而且不容易發音 對 像在片頭的時候大家都已經看到過了 圓 圓 其實不是 正確的發音叫做 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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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OK 我們放棄 對 這個也可能是我們從小的一個 越南人 語言上面發音的習慣 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 這個字比較不容易唸出來 至於為什麼這麼多越南人姓軟 那首先我們就要從公元前三世紀 到公元十世紀的時候開始說起 這時候秦朝開始統治越南 所以其實大量的中國文化 就這樣子直接被引進去越南了 不管是在服裝啊 或是在整個官僚制度啊 還有百姓生活的文字等等 其實大量的 還是漢字對不對 對 那時候也是用漢字 然後連老百姓 除了一些原本原住民的姓氏之外 其實當初的大部分越南人都是漢姓 例如說姓軟啊 姓李啊 姓吳啊 姓李啊 姓丁等等 都是常見的漢姓 但是這時候其實姓軟並沒有說到 在社會階層上面非常的普遍 或是特別的多 到了公元1232年的時候呢 越南的陳朝推翻了禮朝 對那這時候 陳朝的陳太宗其實他才八歲而已 所以自然整個朝政的大權都掌握在他們家的太師 陳首杜首領 整頭樓 對 那這個陳 也有個皇帝嗎 也不是 是地下皇帝 因為這時候皇帝才八歲 皇帝本身是沒有一個決策的權利 那他也不太懂 所以這時候一定是有旁邊有一個類似監護人這樣子的角色 那陳首杜他其實就是把這個角色給攔下來 對他掌握了軍事的權利 也掌握了整個國家內政的權利 那陳首杜這個人其實他為人心狠手啦 他曾經呢在他的皇宮裡面挖一個大洞 然後把他掩蓋好 然後邀請所有禮朝的人來 結果莫名其妙就掉在這個坑裡面 對 掉在洞裡面然後就把人家活埋了 對 他自己挖嗎 也不是 他當然是請人家去挖 對啊 畢竟他是個皇帝 怎麼可能自己動手挖 對 那除此之外呢 他更下了另外一道命令 就是他害怕說 李氏的人會再次為了自己的祖先啊 報仇 或是重新去推翻他們成家的政權 所以呢 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說把天下的姓李的人 只要你是姓李的 通通把它改為姓軟 至於 這個改朝換代的時候 前朝的人被改名姓軟 對 變得姓軟的勢力 開始莫名其妙的聚集多了起來 這因為成熟度的這一次的一個先例 導致了後面很多朝代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例如說 後來的 胡朝被明朝滅亡的時候 對 胡朝的人也都改姓軟 然後還有末朝滅亡的時候 末朝的子孫也改成姓軟 甚至是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 正式跟軟式他們在西山之亂的時候 正式打輸了 然後為了怕被軟式給追殺 所以他們也改了姓 那時候也不少的人也都改成姓軟 從剛才那些封建時代的時候 這些改姓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結論 第一點呢 就是改姓呢 其實主要任務就是為了避免他後代的子孫 會回來尋仇 會回來報仇 你如果是連你自己祖先姓什麼都可能忘記的話 你可能就是不太會重新的去復興自己的這一個政權 對 那第二個 就是為了要貶低 你過去前朝的身份 而且從上面 從這些史料的記載裡面 我們可以的知道大概可以知道說 其實姓軟在當時社會的身份地位應該是不太高的 為什麼這樣子說 我問你假如今天剛剛講的第一個是成熟度嘛 他逼姓李家的人全部改名 他會挑一個望族可能嗎 他一定要挑一個最邊緣的 邊緣到那種感應們都感應不到的 邊緣的姓氏 然後去逼他們去改 而且如果當時的社會 其實如果是李家改姓軟的話 對大家都知道 這一批姓軟的人是李家的人 都是滅亡的朝代 所以自然大家對他們頭裡的眼光也不可能太高到哪裡去 對 一定是用那種比較異樣比較貶低的眼光去看這些人 因為你們是個滅亡的政權 對 所以其實到後面幾個朝代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先例 就把故意要貶低 所以姓軟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對 這是一個可能 那第三個呢 就是為了要逃難 對 有一些就是我的朝代已經滅亡了 例如說像鄭氏 可是又怕軟氏的人去繼續去追殺他 趕盡殺絕 那我自然就趕快去挑一個 比較不這麼張揚的姓氏 而且比較多人的 看起來聽起來比較像是對 平民百姓的 看起來沒有殺傷力的姓氏 然後去改名 對 這個其實也是一種避險的一個行為 就這樣子 隨著朝代的整個輪轉 越南姓軟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可是 就算姓氏再怎麼改 其實他都停留在中產階級跟貴族的階層而已 跟老百姓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古代的越南人普遍平民老百姓是沒有姓氏的 對 直到了19世紀 法國殖民的時候 越南的整個軟氏皇朝變成了一個傀儡政權 那法國人為了方便管理他們的人口普查 要知道說有哪些人嘛 人口有哪些嘛 所以就下了一道命令 就是通通沒有姓的老百姓 全部都姓軟 對 都改成姓軟 就這樣子完成了我們軟家的一個巨大的一個宗族 對 導致了全越南40%以上的人都姓軟 對 不僅如此呢 越南的名字跟稱謂上面其實跟台灣也不太一樣 例如說一個名字叫做 軟春嬌 軟春嬌來說好了 在台灣他可能叫做軟先生或是軟小姐 可是在越南就不是這個樣子 越南可能會叫 嬌先生或是嬌小姐 對 最後一個 對 像我的話可能叫做龍先生或是龍小姐 不是龍小姐 龍先生 你的話有可能是芬小姐 嗯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可是我是Zilla 那就是雅小姐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有一種說法說會說是 因為越南同姓的人太多了 所以就用名字去搭配那個尊稱 這個說法我倒是不同意 因為你想想看 就每一個國家同姓式的人都滿很多 對啊 對啊 例如說像台灣有很多人姓王啊 很多人姓陳很多人姓李 那為什麼台灣人不用名字來去稱呼對方 對 我覺得比較 人口不多吧 嗯 我認為比較大的可能性 其實是因為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 越南人以前是沒有姓的 只有名字 所以普遍大家老百姓在彼此在稱呼的時候 當然沒有姓的情況之下 我只能用名字來稱呼你 對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比同姓的那種說法來得更大 所以已經習慣叫名字 對 就習慣叫名字了 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越南的名字 舉名字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做 什麼叫 什麼意思 對 叫做 反正我們也聽不懂 對 也就是 越南人會在自己的姓後面再加一個字 對 那這個字呢 它介於姓跟名之間 那 有四個字 對 那店名 像我妹它就四個字 可是它是冠母姓啊 它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例如說其實店名具備了區分宗族 例如我剛剛我們前面不是有提到 很多人都改名姓阮 嗯 姓李的也改姓阮 對 姓胡的也改姓阮 姓末的也改姓阮 那 不一定是同一個宗族出來的啊 嗯 所以有一種說法 就像是 後來的那個 後禮朝 它就規定自己 只要你是後禮朝 然後你改名姓阮的 你就要在自己姓氏後面加一個維 叫做 軟維 什麼叉叉 對 軟維春椒 對 之類的 那 比較 比較能夠 區分出來 就是你是我們是後禮式的 中式出來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像是鄭氏 他們家就是偏向有木字旁的姓氏 做為他們的店名 對 那越南現在比較普遍可以看的 比較容易聽得到的 就像是以女生來說 就是店名有氏啊 軟氏 對 軟氏什麼方桃啊之類的 然後還有廟啊 女啊 玉啊等等 那男生的話呢 比較常見的是文 因為誰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能文能舞嘛 所以文是最常見的 接下來還有公啊 或是名啊 這一些 也就是算是比較常見的名字 可是呢 現在的 越南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因為兩性平等的意識越來越抬頭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盡量避免 所以大家都盡量避免這一些 所以大家都盡量避免這一些 帶有一些性別歧視的名字 你不會剪進去的啦 我知道 噢 剪進去的 所以大家都會盡量避免這一些 帶有一些 性別歧視色彩的店名在自己的名字裡面 好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越南有趣的小故事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對於今天的故事有什麼特殊自己的看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互動喔 好今天就到這裡囉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